结栽了能做试管婴儿吗 赵静 西安市第四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双侧苏蓝管结栽了 意味着双侧苏蓝管都耿阻了 这是试管婴儿的一个绝对的适应症 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怀孕的一个方法 当然对年轻的卵巢储备功能 比较好的苏蓝管结栽以后的患者 也可以考虑行苏蓝管吻合术 那么吻合成功以后再进行试运 如果我们积极的试运半年到一年 仍然没有解决怀孕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考虑选择做试管婴儿 来达到认试的目的 专家提示 一 双侧苏蓝管结栽 意味着双侧苏蓝管等组 是试管婴儿的绝对适应症 二 输卵管结栽后的卵巢储备功能 较好的患者 可进行输卵管吻合术 三 吻合成功后进行试运半年到一年 仍没有怀孕 可考虑做试管婴儿 难以从 优经理论 有 我 感谢观看